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了一项价值950亿美元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安全援助的法案 预计参议院本州会批准该法案 这对基附当局来说犹豫及时雨 路透社4月22日报道预计美国参议院最快本州批准向基附当局提供军事援助 拜登政府希望数日内将武器和装备运送至乌克兰 其中包括向基附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是陷入困境的东欧国家拖延已久的生命线 美国军事援助到达时间 比基附当局的期望要晚很多 乌克兰现在面临着武器弹药严重短缺的状况 4月21日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旭纳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节目 面对国家宗表示 如果参议院也通过这项立法 包括远程反坦克导弹 在内的军事装备 应该在本周末之前完成运输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一旦该提案被批准成为法律后 美国就可以在几天之内开始运送武器弹药 防空系统拦截器 和远程武器 这位官员说 美方不会出现任何言误 白宫一位官员称 拜登为首的美国政府 正在敲定对乌克兰的下一个援助计划 以便再上述援助提案 成为法律后 尽快宣布新一批援助 以满足基辅当局 前线战场的需求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4月19日表示 西方各国领导人 来向乌克兰派兵作战 只有一步之遥 匈牙利一个电视台报道 欧尔班在一场 为其所在的清文盟 举行的竞选活动中表示 我们距离西方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只有一步之遥 这是一个军事船窝 可能会把欧洲拖入谷底 布鲁塞尔正在玩火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 欧尔班并未为其 西方领导人 即将向乌克兰派兵的言论 提供任何证据 在欧尔班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 曾于2月表示 北约不应排除 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 引发了一场国际辩论 目前北约内部 对是否派兵意见不一 尚没有西方国家 公开向乌克兰派兵参战 但欧尔班則表示 欧洲各国领导人 已经捲入了昂乌冲突 欧尔班称 现在 在布鲁塞尔内部 支持战争者尖多数 北约的政治 正被战争的逻辑所主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